我现在住在医院里 我这一辈子没住过医院 今年这一年我就住了三次 我五月的时候 在上海就确诊了 受阳 受阳这个年纪受不了 骨头都疼 就住医院去吧 然后昨天疼得受不了 里面还有抽疼 它除了外面长得像 像那些疹子一样的东西 里面还抽疼 就到了医院 先到皮肤科看 李老师你放心 我给你讲这个泡枕呢 一定会好 但是你要花时间 早上的时候是 四份 四份 一份 饭前吃 三份饭后吃 饭后的 有差不多十颗药 我现在赶快吃药 待会饭又来了 再见 我现在住在医院里 我这一辈子没住过医院 今年这一年 我就住了三次 这一辈子没有住过病房 都是到病房去探病 看妈妈 看小孩 看我老婆生孩子 在旁边看着 要不就是拍戏的时候 在病房里拍 那就多了去了 我经常演爷爷爸爸 我生病 或者是看我的家人生病 到医院去 这种戏很多 很多都在病房里拍的 各地的病房 我这一辈子住三次医院 就是四月多到五月的时候 在上海 就确诊了 受阳 受阳的年纪受不了 骨头都疼 就住医院去了 就住医院 住了几天 回来 然后又回台湾 回台湾之后 回台湾还是不行的 台湾也住到医院 也是因为肺炎的关系 因为那个 就引起我的肺炎 然后呢 好了 好了之后 来上海 上海很多地方 大概是一年快一年 没有回来了 那个屋子里面有满虫 我不知道 然后脖子后脖痒痒的 我就挠挠挠挠 结果没管它 然后 昨天呢 疼得受不了 里面还有抽疼 它除了外面长得像 像那些疹子一样的东西 里面还抽疼 咳 隔个20秒就咳 哎呀 不行 受不了 我就怎么办 先把这个疹子一样的东西治好 我们再去治那个抽疼的吧 结果到了医院 先到皮肤科看 杭州的一个皮肤科 很好的大医院 医生也很好 来看 你这东西 你这是泡疹 我说是泡疹 他说是感染性抛疹 我说不是带状抛疹 他说不是不是 带状抛疹更严重 你这就是感染性抛疹 我说我刚刚养过可能有关系 那就更对了 因为你刚刚养过免疫力会下降 我说那里面那个嘶嘶抽疼的 他说一件事情 那是一件事情 我说好了 那就不必分两回看了 他说李老师你放心 我跟你讲 这个抛疹呢 一定会好 但是你要花时间 他不是抹药膏就好了 我说对 我在家里就瞎抹那药膏 他说你抹那药膏是什么 下咽膏 我说对 我说不行 他说不行不行 他说这个有专门药膏要抹 没事先吃药 这 饭前 这饭后 很容易搞忘 早上的时候是 四份 四份 一份 饭前吃 三份饭后吃 有差不多十颗药 我现在就得吃了 因为饭一会儿就来了 他们医院都很准 我发现我住院 住了两个礼拜的话 那一定要胖的 平常我在家吃两餐 他这儿你到时候 也没出门晃 也没溜达 但我们以前也没溜达 就是了 然后就住在这个屋里 没事就躺下去 睡着了 睡着起来了 老睡 跟心想反正睡也是增加免疫能力 我现在赶快吃药 那待会儿饭又来了 再见 再见 再见